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当地人来说 这个洞穴充满了神秘色彩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一般 进入其中的人往往会迷失了方向 在这个洞穴内还曾经发生了多起失踪事件 据村民们回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曾有人进洞探险 但在洞内却神秘失踪了 全村人进洞找了几天都没找到 更为惊奇的是 这个巨大的洞穴仿佛没有通口一般 没有人知道它究竟通向哪里 就在这时 这个奇特的洞穴吸引了身在成都的探险家 杨勇的注意 在杨勇的探险生涯中 探索未知的领域一直是它最大的乐趣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故口市矿物局从事地质工作开始 杨勇已经走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 为了探寻这个神秘的洞穴 他开始查阅相关的资料 根据资料 他得知 这个洞穴位于四川省庐山县龙门乡 因此被称为龙门洞 龙门洞距离省会成都有一百八十千米 坐落在琼来山脉南端 但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一个疑问渐渐产生了 因为根据地质构造来看 这个地方几乎不可能出现庞大的洞穴 一看着地质在了 这个地方的这个地层 主要是白俄迹 它不是卡斯特地 从这个地质背景看 就觉得第一个感觉 不可能有庞大的洞穴 带着这样的疑问 2000年11月 杨勇第一次对这个洞穴进行了探险 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 里面密布着数不清的洞穴 且洞洞相连 但在探测了五天五夜之后 依然没能找到出口 一直以来地质学者们都认为 在密研层中不可能出现庞大的洞穴群 而龙门洞的出现 则彻底变弧了人们的观念 但这个洞穴的出口 究竟在哪里呢 时隔十多年之后 杨勇再次来这个洞穴探险 地理中国栏目组 也跟随杨勇一同前往 而我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这个巨大洞穴的出口 同时解开龙门洞的成因之谜 龙门洞的洞口 位于维塔山的山腰 稍作准备 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龙门洞 由于洞内的温度 比洞外要低很多 即便我们已经加了衣服 但依然感觉丝丝寒意 而刚走没多远 就出现了大量的坍塌路 堵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垮它的这一块 是这个水油把下面 掏空以后 重力作用 垮下来 但是它垮下来 我们能看到 以前的那些 那些历史啊 它整整齐齐齐把它切断掉了 杨勇还告诉我们 由于龙门洞 位于琼来山脉的南端 所在的这些山体 都是由磊岩所组成 而磊岩的交结物 是碳酸钙 碳酸钙有融于水 假之这一地区 降水很丰富 所以在水的冲刷过程中 岩石被不断侵蚀 在重力作用下 不断发生磕塌 所以才形成 如此波澜壮阔的崩塌群 而这些崩塌的巨石 也使得我们的行进速度 变得极为缓慢 我都过了两次了 对 过去就宽一点 然后 这个时候又是垮下来的一块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洞穴内考察 很容易迷失方向 因此也一定要有一个 主要的行进路线 据杨勇推测 这个洞穴内的水 也一定都汇入了一条地下暗河 找到了这条暗河 也就可以找到出口 根据杨勇上次考察 绘制的一部分洞内地形图 我们开始顺着水流的方向去找 而水都往低处流 所以我们只能往洞穴的底部探紧 有色金属泡一般都是这 在洞内行进了大约两千米之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岔洞 当地向导说 这个洞里就有一条暗河 但道路非常难行 不过杨勇依然坚持要进去看看 而为了避免迷失方向 我们要事先确定一下防备 水冲发出来的一个支洞 这上面都是水冲发过的痕迹是吧 这个是水冲发过 流下来的碳酸钙石药 这洞穴是四公米罢了的 但是都是在水的座位下 它这些沙都挺干的 为了找到流水的痕迹 我们不得不在狭窄的洞穴内匍匐前进 如此恶劣的环境 也给我们的拍摄造成了很大困难 这边去不到 这边去不到 但是可以从上面 而在终于休息的过程中 当地向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在向导的带领下 我们往水潭方向走去 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陡峭 最后在一段高高的陡坡之后 我们听到了一阵极大的水流声 我们来看看它的设计下这个水声 你看闷响 而这个处境 至少现在到水面50米左右 就是说地下水啊 对这个洞穴的改造和载造 它的载造力是非常强的 巨大的洞内竖井 让我们见识了水流的威力 也让我们对这个庞大的洞穴系统 不敢小视 而栗岩层中出现如此巨大的洞穴 在湿地上也实属罕见 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很多溶洞 但多是一些碳酸盐类掩饰 所形成的喀斯特溶洞 亚恩之所以形成如此巨厚的栗岩层 是因为它处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 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过程中 大量湖象沉积物被不断排升 因而才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栗岩层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攀越陡峭凶险的恐怖岩壁 遭遇硕大脚印的神秘生物 艰难险阻过后 考察队又能否最终解开大山深处的秘密 一群目净 比比中国正在不出 在树井边考察之后发现 由于周围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地点 因此要想找到地下暗河 看来只能是另外找寻路径 但接下来竟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沿着水流的痕迹 科考队继续往洞穴的底部考察 而在路上我们却突然发现了很多奇怪的脚印 从痕迹上来看足有五厘米长 在脚印的附近还有这种动物尾巴拖拽过的痕迹 如此巨大的脚印和尾巴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物 就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我们还有了另外一个发现 从形态上来看 这是老鼠粪便 但却比一般老鼠的粪便大了足足三倍 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 这种动物就是在洞内生活的一种巨型老鼠 叫白腹巨鼠 加上尾巴 体长足有一米多 前一段时间 四川省的动物学家 还曾在洞内补到过一只 他们捕鼠的笼子 现在还在洞内 为了能一睹这种老鼠的真龙 我们决定换一个地点放置笼子 放置完捕鼠工具 不知不觉 科稿队已经在洞内待了一天的时间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决定今晚在洞内捕连 在露营之前 先简单地吃了点食物 补充一下能量 经过一番寻找 科稿队决定把露营的地点 显在一处洞内沙滩上 由于常年的流水侵蚀 这里才形成了这一难得的景观 就在这吧 这边挺 最大的电子拿来 挂在这 真有点累 第二天 科稿队员们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放置捕鼠工具的地方查询一下 看昨晚是否会有收获 但遗憾的心 昨晚我们一无所获 白虎巨蜀的出现 让我们更加相信 这个洞穴的庞大程度 因为要供养起这么大的动物 势必需要很完善 很繁茂的生态系统 难道说 洞穴还隐藏着 更加庞大的生态系统吗 沿着昨天行进的路线 我们继续向洞穴底部走去 在路上 我们还发现了一条白色的蜈蚣 由于感觉到人类的逼近 他立刻就逃掉了 随后刚没走多远 一个巨大的洞内天坑 就挡在了我们面前 而据杨勇介绍 这个巨大的洞内天坑 在国内都非常罕见 并且在他第一次来洞内探险时 差点还因此出了意外 走到那个地下天坑的时候 突然走到一块比较斜的 那个地方比较滑 比较潮湿 就摔下去 后来你看是一个非常大的天坑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到 我们掉下去肯定 由于这个天坑 是科考队继续向下行进的必经之路 因此我们也只能下到天坑底部 下到天坑底部之后 科考队在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白富巨鼠的窝 这个树窝都是用人们丢弃在洞内的垃圾建成的 而我们还在树窝附近 发现了大量老鼠的粪壁 因为从上面下来 几天到这里 六十多年生 没有人 平时没有人就这个地方来 老鼠就跑到这里面来生活 整体你看我都做很多新鲜事 而且这老鼠是很大个人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楼兜的基部 基部下面很多地方是通用的 而且下面还有大火 这里面学校各方面生活条件很好 所以他就在这里生活了 沿着天坑底部的道路 考察队继续向前进 在翻过了一个巨大的崩塌岩石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地下暗河的水源 虽然河道不宽 但水流依然很急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 在这一层洞穴里 我们发现了成见的粉沙岩 而这种粉沙岩 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粒岩 有非常大的区别 你看这一层红色沙岩 红色沙岩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岩层底部的一个河水层 所以说这个地下河的这个 发育的螺子在这个密岩层里边 而这一套红色沙岩以下 就是个河水层 水流侵蚀到这一层岩石 渡穴系统也就不会再往下发育了 因此沿着这条岸河往外走 肯定也就可以找到洞区的出口 但继续往前走 我们却发现 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崩塌的岩石所堵塞 也就是说 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前行道路艰难险阻 几经波折却徒劳无功 奇幻的地下世界中 隐藏着怎样的命名 课考队又能否重新化解 定学命境 立地中国正在播出 沿着水流的方向 课考队希望能够找到洞穴的出口 但是在考察到最底层洞穴的时候 堵塞的河道 让我们不得不终止了这条考察路径 在底部找出口的方案 也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而这个时候杨勇提出向上找出口的方案 因为根据这两天的考察 他发现一个如此巨大的洞穴体系 它的出口肯定也不止一个 于是考察队开始调转方向 沿着洞穴的走向向上考察 而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体力方面的 由于上部洞穴发育的比较早 而崩塌的现象也更严重 因此我们的行进也就更加吃力 在向上考察的过程中 科考队还发现了很多洪水冲刷的痕迹 也有一些从外面冲进来的农作物的根筋 这都说明我们距离洞口已经不远 而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些白色的透明小虾 极有可能这种小的洞穴生物 就是白富巨树的食物 最终在科考队翻阅了一个水塘之后 前面出现了一丝光亮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这是三天来我们第一次看到阳光 从洞内走出后 才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庄正好位于维塔山的另一面 也就是说我们所走过的龙门洞 贯穿了整个维塔山 通过考察我们还发现 龙门洞内地下暗河的水 流向了距离这里不远的玉溪河 由此我们也发现了龙门洞形成的最终原因 因为维塔山最高点大概是接近1900米 1900米 预计核是700米 有了这样一个水位差 那就给水的运动创造了一个洞里条件 而当地村民告诉我们 在龙门洞所在的维塔山上 有许多的悬坑和树井 这些悬坑和树井都是重要的集水区域 并且都和龙门洞相连 它们就像是一个个集水管道一样 把降水都集中在龙门洞内 而维塔山所在的雅安市 由于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汇处 降水特别丰富 又被称为雨城 就这样 巨大的水量便在维塔山这个巨厚的立岩层中 寻找出口 由于岩层本来列系就很多 水便顺着这些列系向下不断侵蚀 并不断发生崩塌 经过上千万年这样不断地冲刷 侵蚀崩塌 最终形成了现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洞穴系统 甚至是亚洲最大的立岩洞穴群 一直以来 这个庞大的洞穴群都在不断地扩张 也给这些奇特的洞穴生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 这是一个地心深处的世界 也激发了更多的人为这探索和努力 最终从龙门洞内走出的科考队 用他们的双脚为我们丈量了这个庞大的洞穴系统 也再一次还原了这个不为人知的黑暗世界 那里不仅有崩塌的岩石和暗河 也有许多奇特的生命 那些未知的领域在我们面前一一的展现 或许探险的魅力就在于此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再见